欢迎大家收看影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对于涉嫌PCH少年强奸案的警方调查 因担心受害者的心理健康而被撤销 多伦多警方指控一家人才代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被指控挪用超过60万家人的客户资金 我当时13岁 对恐怖片还很陌生 虚魔人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起点 评论在Hedges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发型 一个被废弃的巧克力工厂带来了一个甜蜜的惊喜 一个优雅的假日之家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对于涉嫌PCH少年强奸案的警方调查 因担心受害者的心理健康而被撤销 悉尼先驱晨报 检察官已经撤销了对珀斯儿童医院 一名13岁精神病房患者的儿童性侵案 据称 这名男孩在2021年1月在同一病房内强奸了一名女孩 受害者的家人不愿继续此案 理由是担心女儿的心理健康 警方支持这一决定 他们对男孩提起了诉讼 并为公诉机关准备了一份证据摘要 如果家人选择重新启动此案 他可能会被重新开启 多伦多警方指控一家人才代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被指控挪用超过60万家元的客户资金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多伦多人才经纪公司Compass Artist Management的联合创始人 丹尼 弗里德曼因客户指控他挪用工作报酬而被控诈骗和盗窃 这些演员声称他们被拖欠超过60万家元的报酬 这一丑闻在多伦多的演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加拿大电影电视和广播艺术联盟Atra宣布将帮助演员追回他们失踪的工资 我当时13岁 对恐怖片还很陌生 《驱魔人》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起点 悉尼先驱晨暴 《驱魔人》是一部于1973年上映的开创性恐怖电影 他彻底改变了这类型的电影 由威廉、弗里德金指导 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雷根被恶魔附身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第一部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恐怖电影 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恐怖电影之一 《驱魔人》是根据威廉、彼得、布拉蒂的小说改编成 而这本小说本身则受到了真实驱魔事件的启发 弗里德金认为这部电影不是一部恐怖电影 而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电影 他声称自己是作为一个信徒 而不是怀疑论者来拍摄这部电影 并在驱魔场景中聘请了耶稣会神父作为技术顾问 《驱魔人》与以往的恐怖电影不同 以往的恐怖电影往往不切实际 容易被忽视 这部电影以神话、历史和天主教为基础 使一个年轻女孩被附身的情节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驱魔人》催生了一系列的前传和续集 现在正在制作一部新电影《驱魔人》 信徒 它是原作的直接续集 由艾伦、博斯汀主演 为了庆祝其50周年 原版电影将重新在影院上映 评论 在Hages 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发型 纽约时报 贾贾的《非洲发辩》是乔斯林、比奥创作的一部喜剧剧本 于曼哈顿剧院首演 该剧设定在哈莱姆的一家发廊 讲述了五位西非移民在那里工作的生活 前80分钟被描述为美食盛宴 充满了令人捧腹大笑的职场喜剧和故事 气氛愉快 然而 到了剧末 剧情的调子发生了变化 角色们所做出的牺牲也被揭示出来 该剧探讨了独立、浪漫、支配和移民 对美国所做出的牺牲等主题 虽然该剧大部分是轻松有趣的 但也触及了移民在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 该剧因其巧妙的构思、可爱的角色 和社会学上精心制作的服装而受到赞扬 剧末以一场轰动收场 深入探讨了角色们 对一个贬低非洲国家的总统所感到的恐惧 总的来说 贾贾的非洲发辩被描述为一次很好的观察 有可珍贵的史刻和喜剧与戏剧的融合 一个被废弃的巧克力工厂 带来了一个甜蜜的惊喜 一个优雅的假日之家 华尔街日报 比利时的一位人力资源主管和修复爱好者 将西班牙的一家巧克力工厂 改造成了一个家庭度假屋 同时精心保留了其原始特色 Dark Rutens在2014年发现了这座废弃的建筑物 位于加泰罗尼亚的小镇 La Bispo di Emporda 但最初认为它太贵了 在价格降低后 他在2015年以约34.663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该物业 Rutens聘请了建筑师 Anna和Eugenie Buck重新设计建筑物 同时保留了其开放式空间 一楼的主要房间采用了带有工艺标记的原始陶瓷地砖 Bax保留了空间的宏伟氛围 并增加了一系列通往带游泳池的后院的法室门 二楼改建成了六间卧室 而三楼则保留为一个带有厨房和卧室的单一空间 如果Rutens有意出租部分空间 该工厂可以分为两个单元 德里医院的驻产室领导的单位无法重新开放 BBC 由于驻产室短缺 伦敦德里的阿尔特纳吉尔伦医院的驻产室领导的单位仍然关闭 西部健康与社会保健信托基金表示 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单位将关闭多久 该信托基金表示 地区驻产室短缺 并增加了驻产室培训人数以改善招聘情况 该单位的关闭引发了对孕妇心理健康影响 和运产护理投资不足的担忧 牛仔垃圾乐队因新冠疫情爆发而推迟巡演日期 多伦多星报 由于乐队内部爆发 COVID-19疫情 另一位乡村乐队Cowboy Junkies 推迟了他们在安大略省的剩余音乐会巡演 这支多伦多乐队原计划本周在多伦多 金斯顿和彼得伯乐举行演出 但这些演出将会重新安排 乐队预计很快会宣布替补日期 原定演出的门票将在新日期上有效 这发生在COVID-19病例继续上升 其他音乐演出也面临类似情况的背景下 Cowboy Junkies上周 启动了他们的安大略巡演 以宣传他们的最新专辑如此凶猛的美 埃隆 马斯克表示 贾斯汀 特鲁多试图压制言论自由 以下是实际情况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的广播监管机构 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 CRTC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介绍了其计划实施一项自由党提出的法案 待法案旨在将Netflix Disney Plus和Spotify等流媒体服务 纳入加拿大传统电视和广播机构 长期试用的监管范围 这项名为在线流媒体法的法案 于2022年4月通过 CRTC的公告详细介绍了哪些类型的在线平台 和哪些类型的在线内容可能受到新法律的监管 埃隆 马斯克和记者格伦 格林沃尔德批评了这一举措 马斯克指责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试图压制言论自由 然而 媒体和互联网专家德威恩·温塞克表示 加拿大只是在对在线流媒体平台 应用类似于传统广播的监管措施 这种媒体环境的适当监管 与强大的民主有着密切的关联 CRTC的目标 是让加拿大人能够获得多样化的内容 多样化的发言人和表达形式 10月份最好的电视节目 可以在线观看 悉尼仙区晨报 本文为即将在各种平台上 播出的电视节目和流媒体系列 提供了推荐 这些平台包括Netflix Binge Stand Amazon Prime Apple TV家 Disney家 Paramount家 ABC iView和SBS On Demand 作者分享了每个平台的首选推荐 并对这些节目进行了简要描述 例如 在Netflix上 作者推荐了 根据埃德加 艾伦波的短篇小说 改编的恐怖系列 恶射府的倒塌 在Binge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18世纪的海盗喜剧 《我们的旗帜》意味着死亡 在Stand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对浪漫喜剧类型进行改编的电视剧《像狼一样的我》 在Amazon Prime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关于流行儿童音乐团体《The Wiggles》的纪录片《Hot Potato》 《The Story of the Wiggles》 在Apple TV加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由布里 拉尔森主演的时代剧《化学课》 在Disney加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漫威衍生系列《洛基》 在Paramond加上 作者推荐了重启的经典情景喜剧《弗雷泽》 在ABCI6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音乐访谈系列节目与Zone Row一起聊天 在SBS On Demand上 作者推荐了一部澳大利亚恐怖故事集《夜间开花者》 本文旨在为观众提供一个经过策划的跨不同流媒体平台观看的节目清单 吕鹏第三季评论 文学之光 华尔街日报 Netflix的热门犯罪喜剧剧情片《Looping》将回归第三季 该剧由奥马尔 西饰演阿桑 迪奥普 这个角色受到了虚构的绅士盗贼阿森 吕范的启发 新季度扩展了故事情节 并更加关注阿桑的妻子克莱尔 尽管由于情节扩展而有些紧张 但西的自然魅力和演员们引人入胜的表演 使得该剧引人入胜且精致 很可能会有第四季 但如果第四季像第三季一样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来 粉丝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首先 我们了解到 警方因担心受害者的心理健康 而撤销了对涉嫌PCH少年强奸案的调查 虽然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我们必须尊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决定 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确实需要特殊的关注和处理 接下来 加拿大一家人才代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被指控挪用客户资金 这个案件引起了多伦多演艺界的轩然大波 演员们的报酬被拖欠 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让受影响的演员们能够追回他们应得的报酬 此外 《驱魔人》这部经典恐怖电影将庆祝其50周年 原版电影将重新在影院上映 这部电影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恐怖电影制作 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前传和续集 对于喜爱恐怖片的观众来说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在其他新闻中 一位人力资源主管和修复爱好者 将西班牙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改造成了一个家庭度假屋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主意 同时也保留了建筑的原始特色 这种创新和保护历史建筑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此外 由于住产室短缺 一个住产室领导的单位 在伦敦德里的医院仍然关闭 这引发了对孕妇心理健康和孕产护理投资不足的担忧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并采取措施解决住产是短缺的问题 最后 由于乐队内部爆发COVID-19疫情 Cowboy Junkies推迟了他们在安大略省的巡演日期 这是一个遗憾 但我们必须理解当前疫情形势下的挑战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母带 говор